其实从兵马尔坑中出土的三轮舰距今有2000多年 舰头的三个轮面几乎一样长 无差仅有0.02毫米 它的整个轮廓就跟今天的子弹一样 是一种接近完美的流线型舰头 能大幅降低飞行过程中的空气阻力 通过风洞试验考古学家发现 重舰飞出去后上下左右的气流是平等的 这样它便能沿着预定的轨迹精确的命中目标 接着舰头上三个锋利的轮面 将如刀缝一样瞬间割开铠甲插入敌人的身体中 2000多年前的秦人并不懂什么叫空气动力学 但凭着经验的累积 他们的舰头设计已经非常接近今天的子弹头 相比而言战国时期的其他军队 则多使用这种带有两个意面的舰头 设计过程中很容易受风的影响偏离目标 然在兵马尔坑中专家并没有发现弓 在三轮舰的旁边经散落着一些奇怪的青铜机械和木头的腐烂痕迹 经过复原考古学家发现这便是传说中的情怒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后开始去收拾北方的匈奴 面对匈奴骑兵快速敏捷的冲锋 秦国的步兵几乎毫无招架之力 于是秦始皇下令工匠们研发了这个超时代的神器秦弩 与弓不同秦弩必须用双脚蹬柱借助全身的力量才能拉弦上戒 他的射程能够达到惊人的300米 有效杀伤距离在150米之内 是同时其普通公路的三倍有余 根据试验 他的射击威力堪比左轮手枪几乎能穿透弹道灵胶 而那些精巧的青铜机械便是发射擒弩弩的扳机 他的设计很类似于今天的手枪 轻轻抠动扳机勾压便会在瞬间下沉释放弩险 另外擒弩上的望山既能在上弦时带动相关的机械装置回阵扳机 也能在射击时作为简易的瞄准镜 到西汉时机弩的望山上开始有了刻度 能更加精准地命中远处的敌人 相比而言匈奴的功无论是射击距离威力都远远不如擒弩 而且拉弓有很大的力气 时间越长手越陡不利于瞄准 在实际作战中 往往匈奴骑兵还没冲到跟前便已被强劲的擒弩射翻在地 正是有了这个黑科技 秦国仅仅用了一年的时间便击溃了30万匈奴骑兵 收复了黄河引南的大片土地 在兵马俑的发掘过程中 有件事令现场的所有人都百思不解 出土的4万多件兵器几乎全是由青铜铸造的 要知道战国晚期已经渐渐进入了铁制兵器的时代 比如河南省西平县就发现大量韩国的炼铁厂遗迹 在河北一线出土的这把燕国铁剑 锋刃部分已经达到了今天高唐钢的印度 而秦国这支所向披靡的军队 为什么还在使用落后的青铜武器呢 在发掘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一把长达91厘米的青铜剑 比同时期的剑长出了30厘米 在短兵器格斗中刺鼻砍要更有优势 因为砍要反手蓄力刺则一击致命 对手根本没有反应的时间 而且在相同的力量下刺鼻砍更致命 正所谓刺死砍伤 所以在战场上的近距离格斗中 持有青铜长剑的秦国士兵会更有优势 根据司马迁的记载 荆轲刺刑时秦始皇起身还击 但三次都拔不出剑来 原因是剑太长 最后在左右的提醒下 秦始皇按住晃动的剑鞘扯出配剑 紧紧一击晶壳便倒地不起了 问题青铜是一种由铜锡签打造的合金 锡加少了剑会软 加多了会很硬 非常容易折断 因此在战国时期 青铜剑一般都是用来做匕首和短剑的 60厘米已经算是极限了 像有名的月王勾剑剑 全长不够57厘米 而秦国是使用什么方法 来让长剑不易折断呢 通过化学定量分析 人们发现青剑整体的厚薄并不是一致的 从剑手到剑尖越来越薄 成阶段性递减 这种设计保证的 琴剑前段的受力部分有足够的硬度 中后段则保持一定的韧性不易折断 所以琴剑在长度硬度韧性方面 都达到了极致的平衡 秦国巅峰造机的青铜工艺 同样体现在了我们刚才说过的三轮剑上 根据化学定量分析 剑身含有3%的锡 1%的铅 剩下的全尺酮 剑头的锡含量则高达20% 这样的金属配比 使剑头变得特别坚硬和锋利 剑身则更有韧性 在受创时不易折断 然而最逆天的是 兵马友坑中出土的P哥这些武器 尽管生产日期相差了几十年 但造型和尺寸却完全一致 数以万计的三轮剑金属配比几乎相同 而轻弩的青铜扳机是可以拆卸拼装的 每个构件都十分精密和标准 已经达到了互相替换的水平 比如战场上打坏了 只要装上新的配件便能再次使用 或者将两架损坏的弩重新拼成一架 也就是说这些武器不是几个天才工匠 搞出来的艺术样品 而是按照相同的技术标准铸造的 无论是在塞外荒漠还是在烟雨江南 秦军射向对手的箭头都具有同样的作战质量 通过显微镜的放大 可以看到秦军兵器上的打磨痕迹非常均匀 且都是平行的 如果是人工打磨的 必然会有错刀来回摩擦留下的交错痕迹 但在这四万多只箭头上 打磨痕迹却一丝不走 考古人员猜测秦国很可能是使用沙轮来打磨机器 但两千多年前并没有沙轮 就算有沙轮只凭手感成千上万的冰刃弧面 也不可能打磨得如此标准和均匀 据此我们有理由推测 秦国当时已经拥有了某种简单的机械打磨工具 才能将冰刃打造得如此完美 然而当时没有工厂也没有加工机床 军工生产全革各地的小作坊 根据司马迁的记载 秦国军队的数量超过了一百万 武器多达几十种 那这些四处分散的小作坊 是如何做到统一标准的大规模生产呢 随着进一步发掘和研究 考古人员发现了秦国军事工业的管理秘密 在兵马永坑出土的兵器上 密密麻麻地刻着许多名字 其中出现最多的就是相邦吕不韦 以这只鸽为例 最上面刻的是吕不韦的名字 因为他是秦国总理 也是兵工生产的最高负责人 接着是司工哲 也就是监制这只鸽的厂长 下面是陈毅 相当于今天的车间主任 而亲手制作这只鸽的工匠叫陈 如此你方能明白 秦国的军工管理是由上到下 层层把关的责任制 任何一件兵器出现质量问题 都可以立马追究相关的责任人 这便是史书上写的 物乐公民依靠其成 公有不当必行其罪 因此金字塔式的管理制度 统一的技术标准 加上严苛的律法先进的机械 才保证了秦国军工业 能进行庞大的流水线生产 而秦国的工厂是终身制 大部分底层工人 都将在这些一万嘈杂的环境中 度过一生 最后化成青铜器上那些冰冷的冥文 这些超越时代的武器装备 大大提高了秦军的作战能力 但在史书上 秦统一六国仅仅是几笔带过 关于他们如何发动攻击 如何配合 具体的战斗队形到底是怎样的 世人一概不知 而兵马俑坑的发现 回答了这个问题 首先秦始皇之所以在陵墓旁边 建造兵马俑 便是希望这个庞大的地下军团 在死后的世界里继续为自己保驾护航 所以通过这些陶勇 便能直观地了解到 秦军当时的作战细节 首先面对敌人是 主力部队的前三排弩兵 将率先发起第一波远程攻击 正常情况下第一排先射出去 后两排则拉弦搭箭 彼此一起一服依次上前射击 即我们常说的三段机 在如此密集凌厉的箭语下 敌人每前进一步都特别困难 紧接着秦军主力部队的步兵 开始第二波攻击 在兵马俑坑中 考古人员发现 他们手持着将近7米的长矛 有今天的两层楼高 如此长度的刺杀武器 连端者都十分吃力 更别说用来近身搏杀了 而在古希腊时期 文明欧洲的马其顿方阵 起毛便长达7米 由此我们可以推测 秦军的主力部队中 有一支几万人组成的长矛方阵 它巨大的冲击力 将对敌人形成太深压顶之势 另外在弩兵中 还发现了一些手持长矛的士兵 它的作用是保护射手抵抗冲到阵前的敌人 这说明当时秦国在协同作战方面 已经很有经验了 而在永坑中 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支 由64辆战车组成的独立部队 在战国时代 车部配合是最典型的作战方式 在庞大的战车后面总有步兵跟随 就跟二战时的步坦协同作战一样 但永坑里的战车周围没有一个步兵 仅给车上的士兵 配备了毛和哥之类的刺杀武器 相比一般的战车它更加的窄小轻便 动力则依然采用四匹马来拉动 即大马拉小车 这使它能和骑兵一样迅速的发起突击 并弥补了骑兵无法近身攻击的缺憾 2000多年后 一个叫希特勒的人 也是摒弃了步坦协同作战的传统方式 将所有坦克集中成了一个装甲师 结果横扫欧洲让全世界都为之震撼 纵观这个凝固的地下军团 6000多个兵马俑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军阵 前锋和后卫军配备了三盘弩兵 左右两翼的两列士兵一列朝前 一列面强额力 以防止敌人从两侧夹击 偶尾于阵型中央的是 38路纵队组成的主力部队 一眼望去一股速杀的气势跃然平上 然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在平定塞外边疆时 从最近的山东粮仓 到前线的直线距离有上千公里 运输部队要翻两次太行山 渡三次黄河 一般一百弹粮食用到目的地 就只剩下了0.5弹 途中的消耗率高达99.5% 就这都是以无数民族的生命换来的 而草原深处的凶农人并没有消失 随时可能南下侵扰 秦宫每出一次兵 粮草的消耗都是惊人的 为了一劳永逸的解决这个问题 秦始皇准备修一条路 什么路呢 一条以陕西为起点 直达内蒙古全长700公里的 军用高速公路 后人称之为秦之道 其宽达60米 比今天的双向八车道 好宽21米 在两年的时间里 大将蒙天带着无数的民俘 披山田谷踏过了崇山峻岭 越海拔1800米的滋乌岭而不避 硬是修出了一条笔之大道 边疆伴有战事 咸阳的骑兵只需三天三夜便能到达 一周之内便能完成粮草的调动 在之后的2000多年里 这条路一直是前往北方边疆的交通要道 一直到清朝年间都还在使用 由于陆夯住的十分结实 直道上的树木至今无法成活 只有那些生命顽强的野草 能够在表面生长 其其荒草中 适应实现的谷道 仍能感受到情人的意志 我希望你能够在哪里